不是诡计 而是说让你捉摸不到 猜不到 出其招 他永远出其招 一般人都会 关说 关说不了 就是抱怨 抱怨不够 甚至于反击 他都没有 他怪他的儿子们 你们是父母心切 实际上你这样子 对我们家是不好的 因为你不重视军纪 还得了 我们要以身作则 要做给人家看 其实这才是良好的家教 郭子余被解除兵权的时候 那有一段很感人的事情 跟他久的人 都舍不得 都告诉他 你千万不要接受 我们判变都可以 我们跟定你了 郭子余说 我不会答应 我只是送走死者 我就回来 结果他没有回来 他就跟死者走了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案例 就说这样他不是欺骗吗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每个中国人在讲 是非常重要的 他绝不是欺骗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他当时只要料下一句话说 没办法 皇帝的指令这样 那就会造成兵变 因为唐朝经常发生 将士们把统帅杀掉的事情 那是一种风气 他非常担心 只要我有点抱怨 有点不服 我跟底下人 就有一种散伙的作用 他们为了我 可能就把死者杀掉了 那逼得我要叛变呢 不然怎么办 所以他说我不会离开你们 我送他走我就回来 是顾全大局 是安无人心 叫大家不要乱动 我讲这话就是让大家了解 中国人很少骗人的 我们讲不实在的话 多半是为了不希望对方生气 多半是为了把事情 把它化解掉 你问你自己就好了 不然我们试试看 专门说谎骗人的请介绍 你回想每次我们讲不实在的话 我们真的没有骗人的意思 我们只是不希望他生气 只是希望把事情大化小化掉 这是我们的动机 很少人纯心骗人 很少 而是你骗了以后 对方把你当成骗 你才脑袖成怒 好那干脆骗好了 所以一切都是你自己 这是我不断的说 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哪怕人家骗你 你也不要拆穿他 你也把他当好一节事 他就会慢慢去转化 人都是受到对方 那种感应 把你自己走向不同的路 这才是比较更高神一点的东西 一经讲的就是感应 然后你去拜神 你正念对他 他就真的是神 你不正念对他 他膜马上进来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 神被你气走了 对不对 你一天到晚去求这个求那个 那神一看到你就说 过来啊过来啊 像你这种人 我给你反思 神一离开 魔就进来 所以我常常跟你讲 你如果期望神是 有求必应 那你最后是求到魔 一定求到魔 因为神的感应 他是有约束的 他是走正道的 他不会你要求都答应 他不可能 千万不要要求 有求必应 千万不要 所以以后大家去求神 你要想 我求你 你认为合理 你才答应 不合理 千万不要答应 他就说 可以可以 我们常常很多事情 没有真正搞清楚 结果是害自己 关公为什么变财神 为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求正财 不要走邪财 你看曹操对他 上马金下马云 他都不接受 可见关公不是不爱财 而是不爱正 不正之财 不义之财 他绝对不要 你用这种心态去拜关公 他会给你感应 光老爷在上 我这次要走势一批货 光老爷心里想 我大道干什么 专展这些人 千万记住 一切要靠这里 你正念 他就正硬 你一斜念 完蛋了 真的完蛋 不是欺骗 而是顾全大吉 稳定弟兄民的情绪 这是他的动机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倒建议各位 凡是人家跟你讲 不实在的话 你不要马上反脸 你敢骗我 千万不要 各位要记住 有时候他骗你是 给你面子 你真的要注意 你看那个老板 明明知道这事情 是你做错的 他假装不知道 说哎呦 我想我们里面 不会有这种人 那一定是外面造谣 他就给你面子 希望你实底下去 跟他讲 其实是我舒服了 他会告诉你 我知道 但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你就好好去做就好 人马难免 就做 好心好意 这样就可以 减少很多的干扰 太多的无谓的干扰 都是我们要求别人 百分之百对你 忠心 百分之百对你什么 这都没有必要 从现在开始记住 一切事情 只有三个字 都叫看着淡 这叫做兵法 它是有弹性的 出其不意 水来土焉 兵来将党 见招拆招 郭子怡通通做刀 而且做得非常好 可是就算他这么好 还是有人讲闲话 我们已经说过 不必在乎这些事情 我先把这句话说清楚 所有人都说你好 你不一定好 所有人都说你坏 你一定是坏的 那怎么办 一个人要做到 好人都说你好 坏人都说你坏 你才是正好 这就对了 你就问小偷 这个警察怎么样 好人啊 那你知道他完全不禁止吗 小偷就一个人骂警察嘛 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我只偷一点点 因为偷那么多 我偷有钱人 有什么不对 这样才做 完全没有人说你的坏话 我想这个是你应该反省的 所有人都说你坏话 那你当然更要反省自己 怎么搞得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最后就要来谈一下 那为什么像他这么好的人都还有争议 人怕出名 猪怕肥 这是很通俗的一句话 人一出名 千万记住 不是害别人 就是害自己 你相不相信 你看很多人拿到罗伯奖金以后 就开始讲说 我以前不敢讲的话 现在可以讲了 那就害死很多人 很多人有了官房以后就觉得 我什么都懂了 你就完了 人出名 你要小心 你不是害别人 就是害自己 可是人 有时候你不出名 你还是阻止不了 你会出名 因为那不是你在定 你会发现 不是你在定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人只能控制自己 就是努力的部分 至于结果的部分 不是我们所能定 你看所有人都在研究同样的事情 他只要找一分钟 他申请专利 就是他的 你可能比他还早 但是因为你不会写英文 你就吃亏了 结果 不是最好的标准 过程才是最佳的保障 因此呢 现在网络发达 我们都追求依稀暴风 其实害死了多少人 我问你 你父母 有这个资格 有这个权利 把你完全不懂事的小孩子 把他扑出来 然后去上网 以这个权利吗 尤其是小女孩子 脱光光 然后扑上网 他将来长大会不会怨恨你 你什么意思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他是你所生的 但是你没有权利去曝露他的隐私 一个人天天在外面 说来说去 都说他家里的 这个话 那个话 你没有道理 那因为你一出名 把全家人都得罪光了 都跟着你倒霉 这还得了吗 西方人写自传 他是对的也写 错的也写 好的也写 坏的也写 那是西方人 中国 台湾的第一部 台湾第一部 写自传的 最后是呢 强制他烧掉 你相信不相信 每个人看你写的自传 他先看 跟我的部分怎么样写 他先看这个 连这种话 你都给我写出来 那还得了 烧 所以逼得我们写传记 都写假的 不敢写真的 而且都是请别人写 你自己不敢写 你敢写 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看中国人的传记 你是看不到真相的 因为你牵涉到 很多人的厉害关系 他非找你不可 而且中国人只能 扬上 一定要饮饿 这跟西方人完全不一样 我到底要问你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中国社会要出头很难 要出名很容易 那出名很快就是完蛋了 你看出名的人 他能够维持多久 维持不了多久 像邓丽金这样的人很少 说蓝天脸因为他死得早 现在年轻人一辈子 你问他 以前那些很出名的人 没有一个人记得 没有一个人记得 我再问各位 中国 历代的皇帝里面 你记得几个 你记不了几个 为什么 很简单吗 中国人除非 是我们家的人 我才记得 不是我们家人 我记他干什么 你看人家一个马拉杜拉 全国疯狂 中国马拉杜拉 叫到名字牌疼 马拉杜拉 如果文浩先生 了不起 如果别人的 观太一 我们是这种心情的 所以我们有几个倾向 一个对我们的祖先 我们不可以说他坏话 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要教导子孙 这是外国人每次问我的 你们中国人 怎么差那么远 你看像孔子 高高在上 其他人 那简直跟他 差几十万里 差那么多 我说在中国社会 要出人头地很难 要勇士流民很难 所以难得有几个 我们就粉色太平 只讲他好的 讲他非常好 坏出一点都不能讲 我是尊奉这个原则的 因为有很多人找我 说孔子是离过婚的 你知道吗 我说我没听到 我没听到 他把所有资料都给我 我说你给我 我把他烧掉 因为孔子只能说他好 不能说他不好 就算孔子离婚 也是好事 很多人说你这部老玩够啊 我说没办法 中国好不容易就几几个 你不要把它搞掉的话 什么都没有 我们是全世界永远不服输 永远不认输的民主 你看今天报纸桃条 棒球 没有输 没有输 有什么输 水土不服 三面连球都看不见 没有输 我就没选 标准中国人 你说好不好 我认为好 中国如果认输 我就完了 因为兵败如山倒 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撤退过 什么撤退 转个方向 掉个头 继续前进 谁跟你撤退 这是好事情 你不要认为他不好 中国人 这个在新加坡讲的最明确 怕输 怕输 不怕输 一输就完了 不能认为输了输了 你看现在 为什么出版业 一家一家垮掉 就是因为你卖输卖输 越卖越输 要好去想 所以出版业要走那种 不卖输的方式 你就做人头地了 这就是说市场经营的 一个缺桥 你再卖输就输了 你连成品都维持不了 都开始卖这个运动器材 我在大陆 很多人做那件事情 也让我很感动 就是说他们一 结婚的时候 不分喜糖 不吃喜饼 因为他说 那个你谁是可以吃 凡是每个人来参加 我们家的婚宴 最后送你一本书 带回去 那本书 我们会把他家的 这个结婚照 什么都奔在上面 每个人看的都很喜欢 就带回去 我觉得这是个进步 以后书啊 要用送的 不要用卖的 怎么从送的当中 来影响 来发挥你的教化的能量 这是个新的课题 否则的话 将来我们的子孙 没有学问家 广市上网要成为一个专家 很难 很难 要做学问一定要回归书本 否则做不到 所以网路发达 其实是害死很多人 你看以前只有声音好的人 才敢出来唱歌 现在是越难听 所以有时候我打开 才知道原来世界上 有这么难看的人 有这么难听的人 这不很奇怪 这人类走上哪里去的 我是一再唤醒大家 要从现在去了解自己 我们是走错路了 我们方向扭曲了 越走越惨 郭子怡引起太监 于曹恩的嫉妒 如果不是百般人路 又能怎么样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想 又能怎么样 大家看到明朝 明朝那太监是更厉害 对不对 叫做锦衣卫 你还得了吗 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 邀请我去一个地方讲课 叫做锦备总部 我还没有到啊 只走靠近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你进得去 经常是出不来的 我只讲这一段 就让各位了解到说 每一个时代 其实都必须有这样的人 不然他怎么办呢 他一定要收集情报 他一定要保护 要巩固领导中心 这是必然的吧 而那些人啊 好人很多 难免有一些是不法的 你又怎么样 我们替郭子怡想想看 他只有一条路走 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 但是就算他这样 最后他也落得一个 坚决纵容于曹恩 最后把于曹恩开始 也是一个罪名 因为只有你才有人力 跟他对抗 你都不对抗 你算什么命 不要听这些话 那就是读书人 穷酸到极点 最后想出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 不要去听他 我讲这话是有根据的 太多的读书人 没有尽到责任 总为自己的势力 然后讲出一些 扭曲事实的话 这是非常糟糕 读书是要明理的 你可以不说话 但是你要说 一定要说正面的话 不可以讲那些歪理 邪说 不可以 可是越来越糟糕 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历代 都一定有文字欲 都一定有白色恐怖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现代人一出名 你逃不了被三叶炒作 这三叶炒作 你整个扭气的 你看我们有一个人 很会打篮球 对不对 你现在每次看到他 都是 我真的很痛醒他 很痛醒被炒作到这个地步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办法 三叶炒作 是现在的人 很难逃得过的 我们在这个时代 更应该小心翼翼 第一个 千万不要你的名 超过你的死 千万不要 那很快就是像气球一样 爆破了 会很难看 身败名裂 会之莫及 尤其是一些看风水的 看性民学的 算八字的 千万千万记住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 激励的问题 而不是铁定的 天下没有一定这样 没有这种事情 它都会变化 每天易经就是讲变化的 你怎么可以 铁口证断 可是偏偏人就喜欢 铁口证断 你看糟糕不糟糕 我很年轻的时候 就被一位热心人士 断定我 只能活三个月 我是亲身经历过 他说郑老师 我不好意思 我不能够告诉你 这是我的良心职责 你活不了三个月 幸好我这个人 不是被瞎到的 我很镇定说 为什么 他说你的舌头上面 有一个方块印 他就拿证据给我看 那出版呢 讲学得很清楚 凡是舌上有这种印的 不出三个月 我看了那个以后 我也不会怎么样 我回来就一直想 怎么我的舌头 会出现那个方块印 这次是我 跟古代圣贤学的 一套比较好的方法 我就想为什么 我不要想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又怎么样 会怎么样是老天的事 为什么会这样 是我的事 要分清楚 后来我马上知道了 就是有朋友到韩国去 买那个高黎生的韩定 他做的是四方方的 韩韩韩就韩出一个四官方 那个写书的人也没有错 因为那时候没有方定 你如果自然形成 那就很可怕 我那个是人为的 而且最近才发生的 那我怕什么 就是这意念之差 不小心又多活了几十年 我是以身来献各位保证说 我是受尽古圣先祥的好处 我才会讲这话 否则我一到美国 一到英国 很可怜就被卷进去 啊他们好 我第一次在美国过中秋节 是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前面 我坐在哪里 究竟美国的月亮 真的比我们大吗 对不对 我是抱这种心情 后来我就发现 美国的中秋夜 比台湾冷太多了 其他我们也感觉 一个人千万千万记住 你是哪里人 你是什么样的子孙 那就是你的无奈 不管你想做不想做 你都得做 无奈没有好坏 无奈没有好坏 无奈叫做命 无奈就叫做命 我最近不断的说这件事情 如果你的子孙 投胎到你们家 他就想当中国人了 结果你从小把他教英文 教得很好 让他变成外国人 他的灵魂 超准的 你知道吗 我如果想当美国人 我爹爹就投胎在美国 就好了 你这样想 我又听到一个老太婆 第一次到美国 回来以后 讲了一番话 我更是感动得不得了 她怎么说 好 你敢想会高 我们的美国小孩 三四回而已 英语 摘摘 我们吃了 有几八句 有没几句 我说 你英明 英明 那你去高山族人 讲他 高山话 讲的摘摘 我们看欧洲 我没人当 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语言是工具 语言是习惯 把你丢到美国 半年 你不会也会的 那有什么稀罕 可是你一回台湾 不讲 他就忘了 这谁都知道的事情 那老太婆就是不知道 他就会讲这种话 而且讲得真正有词 我现在又想到 一个案子更妙 有一次我坐车子 前面两个老太婆 那更神 一个就说 你千万是不肯 信基督教 因为我们达官 就是信基督教 信到最后 全四语 那这个 还古怪的 我们达官 信到最后 全四语 我问你信什么叫 最后不是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只是跟各位讲 天理校到处都是学问 你不要放过 任何一句话 你好好去想一想 他都在告诉你某些信息 我们现在很喜欢找信息 到处都是信息 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信息 曾国凡前半生 他不懂这个道理 浪费了很多时间 后半生 他是不是看到 郭子怡才自我改造的 这个我不敢说 但是最起码 他完全了解 他完全了解 因为 他去打太平天国 其实太平天国人 是非常不服气的 很坦白就跟曾国凡讲 你是汉人 我是汉人 皇帝是满人 我打他 你应该站在我这边 你打我 这个仗你算过来没有 讲得很有道理 各位 如果你是曾国凡 你怎么办 你想我是汉人 你们也是汉人 我们两个何其他 打他才对 我呢 他打你呢 曾国凡脑筋非常聪明 他说满洲人 进关以后 他们拼命地学习汉文化 反而你们这些汉人 没有照汉文化去走 我是为文化打你 对啊 这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差的 我再说一遍 没有固定的对错 我们读经典 它是没有固定的答案 绝对没有固定的答案 因为他本来就是活的 此一时也 彼此也 不同的时空 你也有不同的解读 这才叫火用 我这里要插一句话 有一次我讲 中国人不重视历史 很多历史学家 也是把我当怪人 你怎么讲这个话 我讲的是真的 中国人 他是重视历史 下面加两个字 叫意识 我们重视历史 意识 不重视历史 你看我们如果重视历史 我们会去看三个字 不会去看三个原因 但是我们宁可看三个原因 我们就是不看三个字 很奇怪 因为我们知道历史 大部分不是真的 我没有说它假的 我只是说它不是真的而已 是为政治而利用 因为我们把秦始皇写得那么坏 我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他很不信 中国的历史 是从司马迁开始写 司马迁是汉代 他绝对不敢讲秦始皇好 他还写秦始皇好 刘邁马上下铃杀他 你说他好 其实我不好 要不然我怎么把他推掉 所以无论如果要写秦始皇是暴君 这样坏 那样坏那样坏 可是我告诉你 我在英国 我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信息 英国人告诉我 你们应该好好感谢秦始皇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英国人 我们欧洲人就是没有秦始皇这样的人 告诉我们要统一要统一 所以我们国家都很小 你们以前国家很小 就是秦始皇要统一天下 那你们有了统一的概念 所以你们国家才这么大 很多话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听 你才听得全面 不管秦始皇有多坏 他给我们一个统一的概念 你看我们中国版图这么大 这边旱灾那边可以救 那边水灾这边可以救 如果一个小小国家 你怎么办 我问你怎么办 尤其是现在 我们更看得出来 像日本就是因为太小了 它有高度的危机感 尤其你现在到日本去听听话 他们有高度的被中国人消灭的那种感觉 我每次跟他们讲不会 他就不相信 我说中国人不会灭人家的族 我们会灭人家的宗庙 宗庙灭掉 族还是要延续的 不可以说灭族 不可以 为什么元朝的命那么短 就是秦其是汉 他是灭族的 那就引起很多的仇恨 不会长久 绝对不可以灭族 灭宗庙 灭他这个权力的象征 就够了 李光碧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将军 他治军非常的严 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威名 但是郭志宇跟他相反 他很宽厚 我倒问你 治军严好还是宽厚好 结果呢 军纪跟李光碧比的话 他是松懈的 所以很多人批评他 你管得不严吗 所以士兵才爱戴你吗 可是宽以待人 何以隆人 他就得到很多人才 大家试试看 雍正 严 严到最后 得罪所有的人 严 是好事情 但是过度的严 你会得罪所有的人 是花不来的 汉人得罪了 骑人也得罪了 读书人也得罪了 仲庭也得罪了 大家一个人 能够有这么大本事 把所有人都得罪过 也不容易 有一个部署 他为人很坦率 他很出线条 说话很少顾虑 有一次他讲了一些话 让郭子怡听起来 好像对武将 有轻视的感觉 所以他很不满 他一不满 就引起这个部署的死对头 趁机抹灰他 攻击他 最后是被郭子怡杀了 杀了以后 他知道上当 很后悔 这是他一身一剑 让他比较遗憾的事情 我倒是请问各位 像他修养这么好 为什么对这么一句话 那么计较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他在六四岁以前 他是没有战功的 一直升上来 多少有点泪疚 有点愧疚 因此他最讨厌 就是人家讲这种 五人不利的话 他受不了 我在提醒各位 修养再好 也有不能碰触的弱点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投鼠要记去 不可不利 大家 你讲任何话 他都能够容拉 都能够包容 只有他这个痛点 你千万不要去碰他 一碰 他就是叛念无情 了不起他后悔 有什么用 没有用 死都死了 所以为什么 每一个人讲话 刚开始都是要尝试尝试 了解 可以讲到什么程度 不然我就回头来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去碰触他 含灰子把他叫做逆宁 你只要碰到那逆宁 非死不可 但是现在的人很大意 看到一个人个子矮 就拼拼说 癌子癌一肚子拐 你去听听看 凡是那个子长得矮的人 都会讲 我们家人都很高 很奇怪 就是他内心的那个痛点 人不是十全是美的 人一定有弱点 这个弱点 你要尊重他 你千万不要 哪幅不开 钻提哪幅 千万不要 这一点英国人是最有修养的 我在英国的时候是租了一个房子 英国人到我家来的时候 他明明约好时间 他到门口 他不会进来 你请他 他说没关系 没关系 他就是给你时间 里面赶快整理一下 他有这个修养 不像我们这里说 他抱歉了 我提前来 提前来 人家裤子只穿一半 提前来 你都可以提前来 现在很多人没有这种修养 是很糟糕的 再三前他进来 他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 万一你家客厅有哪地方很乱 你会发现英国人 他始终不会去看他 他始终偏看这边 不像中国人 专门看那个 你是干搬家吗 那种人最讨人家厌 一个人要顾全对方的情面 这两句话合起来讲 你会受用一辈子 给别人留情面 给自己留余地 做人成功就是这样 郭子余是做到的 给人家留情面 你看他对余超恩 他都不翻脸的 因为他知道翻脸没用 只有加速 祸害 给自己留余地 他告诉他的部署 我会回来 不是骗他 给自己留余地 果然不久他会回来 因为只要碰到战乱 你负他不可 他也知道 我被免职 被免去军权 是一时的 我被派去守宁梦 也不过是一时的 一时就一时 什么得不行 我们进一步来分析 就是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 生前就安排好的 这个倒是我很诚心地告诉各位 你为什么要安排去守轮梦呢 就是把自己的着业做好 各位你重新的开始 你所有的喜怒哀乐 都是你自己安排好 要修的功课 你不要高兴了你才修 不高兴你不修 那你永远还是有很多缺陷 你把所有不高兴修的都搁置在那里 你下辈子就很惨 因为所有的关卡都是你断掉的课目 人生只不过是重修 以前没有修好的功课 如此而已 所以有人他比较轻松 因为很多他喜喜欢欢过一辈子 就是因为他重修的课很少 只有两三个学分 所以他没事 有人忙得要死 就是以前不及格的太多 这次通通来补修 这样看就对了 也没有值得高兴的 也没有值得愿谈的 都没有 因为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们每一个人 你把真相了解以后 你就知道怎么样安排你的生命 郭子怡 他真的是文武全才 而且每一件事情 那四个字是非常困难 叫做恰到好处 过一分太多 少一分不够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后来他也没有办法补救 因为已经死了 但是有后一阵 就是很多的部署都心寒恐惧 要求辞职 碰到这样的老板 只听片面的话 那么好的人你都杀掉 只不过因为讲一句你不喜欢听的话 这难免 这没办法的事情 那我请问给你 如果碰到这些人怎么办 很简单 你能补救的就补救 不能补救的 那你就 把他当作一名禁止 做以后的教训就好了 什么叫补救 你看诸葛亮 杀马树 不能不杀 你不杀的话 你怎么去正视听 但是杀他是问心有愧的 为什么 因为那明明是他害死的 各位想想看 马树怎么敢不听他的话 就是因为他讲一句话而已 他们两个在四川的时候 就到南面去打仗 马树就陪着他 一路就跟他开杠 讲东讲西 诸葛亮讲了一句话 就害死了马树 他说知我者又长也 这么多人里面 你最了解我的心思 完了 诸葛亮心知肚明 他今天会这样 就是我当年讲那句话 把他害死的 可是我不能够杀他 所以他就跟我讲 你啊 后代我都替你照顾 你放心 杀 还是要杀 但是他补救 就是说你后代你不必担心 我替你照顾 就是这样而已 身为无将 内心不一定很充实 有名的人 内心也不一定充实 因为他自己最知道 他的文章是抄来的 他的著作是怎么怎么来的 他最知道 说一有什么风吹行动 他马上对号制作 多心话 其实人家还不知道是他 60岁以前 没有机会 奔驰沙场 难免心里有愧疚 我这次官都是假的 都是靠年资 混出来的 那你现在平平讲 是不是在挖苦我呢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 入境要问数 入境要问数 你看你到回教的国家 你是不能放屁的 你放屁是最大而挤 你放屁 所有闻到的人 没有闻到的人 通常要去洗澡 有那么严重啊 不是没有那么严重啊 你不要小看 入境一定要问数 不要批评人家 其实我在大陆就听到这样的话 因为大陆早期那种 关系设备是很差的啦 那很多人就批评这个 批评那个 他们到有表面上都会道歉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要学习 有待改进 但是像他们聊天的时候 都说很难听的话 你不知道我们这里设备差吗 那知道还要来 那还来还批评 他讲的也很对啊 你不知道就是土吧 那你批评就是恶嘛 都不对吧 到人家家里去 尊重人家 你可以不来 哪里就要尊重他 多了解 对你是多见识 我没有到北欧 我真的不相信说 有半夜还有太阳 我不相信 我们只是学英语说 明那一上 不相信 可是你亲自看到 半夜十二点半 太阳高高在上 然后就发现 那一天所有电影院都关门 没有人会在那种难得的机会 去看电影 那傻瓜了 通通跑到街上来 这很难得的一个奇景 我没有到北欧 我不相信他们晚上是不关门的 不能关门 你怎么关门呢 你想看天寒地动 万一有人车子抛锚的 就死了 就冻死了 所以他们门都是虚的 你可以推门进来 摸索地进去睡觉 所以晚上睡觉 只有十二个人 早上起来 三十六个 因为两台车抛锚 你不要说这是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 我看他们很喜欢 称国奇 我就说 哎呀你们好爱国 那什么叫爱国 那跟国家什么关系 是因为我们一个家 一户都离很远 有人想喝茶 想喝什么 因为我在家跑来 才知道是空 所以我们不约儿童 一回家 升国奇 升国奇是我在家的意思 跟爱国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些 听起来好像只是 表面上一些故事 实际上都有很神诚的意思 读书要这样读 你就不会认为这是过去的事情 不会 每一个都是新的事情 而且以后还会发生 令宫的忍辱 不是为了汤僧怕死 不是为了做浪好人 如果是的话 就不值得我们去学习 他完全是顾全大吉 我们提出几点 第一个 开元圣事 就是因为朝城不断的歌颂 皇帝的功劳 就把唐宣宗给害死了 太多人歌功颂德 就使得宣宗头晕转向 隔益忘形 然后就怎么样 就相信李宁辅 高丽氏 他们联合起来 把一个最好的宰相 张九龄 跟他逼下去的 李宁辅也是宰相 张九龄也是宰相 只不过一个好一个坏而已 当好人把坏人逼下去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朝代已经快要完蛋了 李宁辅 他又被杨贵妃的堂兄 叫杨过忠 把他逼下去 李宁辅虽然坏 他还多少有能力 杨过忠是完全没有能力 他只会一样坏 其他都不会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尤其啊 唐玄宗 他是授权给宰相 更可怕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康熙一生是绝对不授权 有道理的 大小事都自己要去参与 就是看到这些说 你相信谁你都倒霉 第二个 无望之事 个人有不同因应的方式 也个人自作自受 国令公他知道 要保持纯净 不随意起网量 所以才忍入 我希望各位了解 当人家给你好处的时候 你首先要想 结果会怎么样 当人家送名贵的东西给你的时候 你要想 我该不该收 同样是男女朋友 为什么有人收的礼物 没有事 有人收的礼物 会被人家追杀 什么道理 很简单 他送你戒指 你也收的 他送你钻石 你也收的 他送你什么 你都收的 有一天他说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你说 为什么要结婚 杀 不杀才怪 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不该收 除非你想嫁给他 现在没有观念 你怎么可以送领带 给随便一个男人 就是准备把他绑起来 他又当里面 又说起来 就准备给你结婚 像这些 你不能认为他迷信 那是一种暗示 那不是迷信 你不能不尊重 就好像我们吃离子 不可以 你吃一半 我吃一半 不可以 因为那就是分离的意思 吃完一个走东 一个走西 那早知道不吃就好了 可现在不一样 现在离子那么大 一个人吃不了啊 这才是做协文的态度 所以离子大 你就要切多一点 大家分开吃 就反而面试 破功了吧 如果小离子坚持 一个人吃一个 没有错的 不要分手帕 不要送人家手帕 不要 那准备要分家了 像这些 真的要小心 无望之事 你要自己去因应 你保持纯净 就没事 你起杂念 你就糟糕 但是你要做到这点 这个原则很重要 先为别人着想 然后再想自己的后果 国令公 就是做到一句 我们很通俗的话 上半夜想自己 老实讲一个人不想自己 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半夜想别人 可是后半夜 大部分人都睡着了 想完自己 赶快想别人 这叫 舍身处地 将心 彼心 如果我是他 会怎么样 你就会减少 很多不良的后果 他就是这样做到的 忍是什么 心上一把刀 你看下面是心 上面是忍 记住一句话 你的名望越高 你的权力越大 你的声誉越浓 你越要忍耐 你千万不要 因为权高位重 你就为所欲为 你是非常危险 因为人家要挑的对手 都是 位高权重的人 我这里讲一句话 各位可以让你的子弟 去体会体会 如果人家都不把你当敌人的话 就表示你不够看 你真的不够看 你看有人骂你 你会看看是谁骂我 一看他 算了 不要跟他计较 因为很难过 骂了半天都没有反应 对不对 就是不够看 他认为你算什么 你跟我挑战有什么用 可是有人 你稍微那个眉毛 眼睛不对 他就开始觉得很齐齿大陆 就是这样子 汪精卫当年 替松山先生写遗嘱的时候 他是一口气写下来的 所有人都想改他 你只要改了一个字 你就声明着注 改不了一个字 改不了一个字 汪精卫的书法 他的文章 都是第一流 可是我问你 有没有人念书法 说你念谁的帖啊 我念湾精卫的帖 大概没有 大概没有 因为他最后当了汉奸 大家有机会还去想一想 为什么 他早期 是最忠贞的爱国人士 后来会变成那么糟糕的汉奸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这样就对了 他生了八个小孩 都很争气 你会觉得生那么多 不会 以前生一百个的还有 长子叫郭耀 后来被分为太原郡公 这个人了不起啊 因为晚年郭子怡都在外面打仗 满意公事 家里都他处理 主里多少人 全家大小三千多人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 齐家之后就可以治国 就表示那是小国家 三千个 开玩笑 这里的和睦 没有闲杂的纷乱 但是就算这样子 还有人要整复二代 官二代 永远有 幸好是德中下令去保护他 否则难免又是无妄之宅 我们最后的建议就是说 时过境迁 但是他的原则 他的道理是不会变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当年真实的情况 不要用现在的眼观 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以前的事情 这样子对我们才比较有利 这个叫做历史意识 是中文最要紧的 就是所有历史 后面那个不变的道理 那是一直不会改的 你用这些不会改的道理 来因应当前情势的变化 你就可以记就开心 然后呢 随机应变 最后一句话 做一个中文 你一生一世 只要掌握这个原则 你就不会败 时时刻刻 都要随机应变 但是绝对不可以 投机其巧 就这么一句话 一投机其巧就败 不随机应变也败 一定要随机应变 但是那个金 要抓得很准 要抓得很紧确 然后随机应变 敲到好处 不得了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遭遇 你都可以走这样的路子 最后一句话就说 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 不是为了别人 你不要认为我是为别人 没有 谢谢大家